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人家原来是三只鸟 三在汉语里面代表多数的意思 中国人形容多数就是三、六、九 所以本来人家就是一大群鸟在树上 所以你才集合 后来你写的这个集 也还是简化住 我们台湾人写的所谓的 凡几字正理字这个集 你把三只鸟简化成一只鸟 但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没有看到它的话 你就比较不清楚 它的集合的概念是怎么来的 这个字有集合也有杂乱的意思 问题又来了 请问 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字是 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字是 汉字的啊 你是德文吗 你教我德文 我教你中文 一定明确不愉快 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字是 汉字 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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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看 可以看图说故事 我每天看 我每天看 看不懂它 真的吗 都说汉字最简单 现在告诉我 这什么字 这全国加强一个字 什么图 图片的图片 好,太好了,多簡單 過,收過的過,過的過 什麼意思啊? 什麼時候帶著我們的獵犬去草原上 然後呢,用手去抓鳥,去撫鳥 用手怎麼抓呢?射箭啊,幹什麼,那個工具就算了 大家都要有工具,對不對? 所以你帶著獵犬做什麼?大獵,對不對? 去哪裡呢?去野外,對不對? 獵什麼呢?獵鳥,對簡單 好,所以這個字呢,是收過的意思 英文叫做get in 好,貨是貨什麼呢?獲得食物 獲得沒有?獲得食物的意思 這是我們漢語裡面,講收過,收過,收過 吃最重要的,這是我們收過 果然,什麼字最簡單啊? 真的漢字最簡單 請問德語的收貨怎麼說? 見得嗎? 好, так... 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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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Yet 非常好 問題又來了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最有趣的文字是 看字謝謝 他不是我埋伏的 他自己回答了 我等一下會這個問題 謝謝 這以上是我們第一個單元 各位有沒有回台灣的話 這是淡海 淡水 淡水鎮 淡水河的出海口 然後你看到的是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其實很小 你看到那邊是淡水鎮 這裡是淡江大學 我家就在這附近 這是淡江大學 先講看第二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我們談我們自己的生理 我們再看有一些動作 好 請問什麼字 人 人 這個字 這個字 人 當初的設計 甲骨文經文傳 我們現在的文字 它的設計是一個人 側身 側面 側身站立之形 它們側身站立之形 側身站立之形 側身站立之形 就是人 好 你說奇怪了 側身站立 他當初造作人 造這樣 你看 為什麼不造這樣 為什麼人不寫這樣 人家又以為你是我的福音 是不是 人為什麼不寫這樣 沒有像型 不但沒有像型 沒有動作 這東西人以為是油條 會以為是筷子 會誤解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人的形象 把它畫出來 頭、身體、腳、還有手 把它給畫出來 這是側身站立的形象 好 這個是人 接下來 大 什麼字啊 大 好 非常好 加古文的大 新文的大 蒜文的大 現代文的大 請問 大為什麼要這樣說 它的本意是什麼 本意就是 你不要改做本意啦 請問它是什麼 剛才是看到鳥嗎 看到鹿嗎 請問它是什麼東西啊 又你啊 你知道嗎 會啊 很大的人 非常好 請問這個是什麼形象 人 它是一個人 各位看到 它是一個人 好 那你為什麼知道它是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字是大 沒有錯 這個大 是人 跟剛才那個人 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大是人 正面 站立之形 手腳要張開 你不能寫這樣的啦 有一次就變成它優條了 所以就這樣 好 正面站立之形 好 問題又來了 大到底是 是人 還是大小的大 是human 還是肥 你現在看到這個字都是大跟小 大跟小 對不對 現在你要說它是人 請問這個字的意思 到底是大還是人 人 大 大 好 很簡單 這個字的本意 是人 當初造這個字的意思 是要代表的是人 就是我們 human 好 這個大呢 是它的一個隱身意 最早的意思 是人 後來才有大的這個意思 再多出來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 它已經說天大 地大 人最大 中國人覺得 宇宙萬事萬物裡面 天第一大 地第二大 再過來了 萬物這裡 是我們人 所以我們造的這個大這個字 本來是指我們人 對不對 它後來又多了一個很大的這個意思 來了 好 好 因此呢 兩個意思都有 只是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隱身意 那一般我們要講human的時候呢 就寫這個 那現在我們寫這個大呢 統統當作 big huge 的意思 是這樣 好 好 看到這個之後呢 請問 好 什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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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是什麼 卡 卡 那這是 卡 那這是 卡 你 你就去收 開玩笑 你這樣他聽得懂我再開玩笑 可以了 來 後面在下面 好 你開眼睛了 開眼睛了 開眼睛了 你 這什麼字 這個 b 很好 好 這什麼字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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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什麼 大 這裡面有沒有大 有 這裡面有沒有大 有 這什麼字 這裡面有幾個人 三個人 三個人 什麼意思 是 不要想太難 你們剛才都告訴我 漢字最簡單 對不對 你是看漢字的時候 就用最簡單的方式去想 通常 問你漢字的問題 你都想太多 這上面有一個人 下面有個陸地 就是佔地的利 不佔地 這是利 好 這個字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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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一種概念 有一種動作 有一種形象 是交叉 對不對 這個交叉很抽象 所以造字的人 當初造字的人去找 哎呀 怎麼樣來讓 大家都可以認得 這個交叉的符號 就看我們人體 看你自己就好啦 現在各位在座的每一個人 大概有八成的人 你們的腳都 你們的腳 都交叉的 有沒有 好 這是最普遍的 原來我們老祖先也是這樣 於是呢 就把這個形象取下來 這裡面有個大 可是它的養肢腳交叉了 對嗎 所以這個字一直到現在呢 就是代表所有的交叉的事情 例如上面那個叫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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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交通也好 交流也好 交朋友也好 都要怎麼樣啊 都要這樣子 最基本的設計由來呢 是我們兩個 我們的人的兩個腿交叉 這個字是假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你看 旁邊還有兩個人 這在幹什麼呢 就它 兩個人夾著一個人 兩個人為什麼要夾著一個人呢 兩個人為什麼要夾著一個人呢 我們兩個都要夾著一個人 為什麼 例如 什麼時候 打架的時候 還有呢 你要看到警察 Police Police兩個 抓著一個人 壞人 抓了 這是假的 好 一直到後來 那個叫什麼 洗假 還有啊 中國人用筷子啊 夾菜 只不過我們現在多了一個提手堂 對不對 那提手堂需要嗎 不需要 要不然你看那個字 你現在有寫提手堂寫一個夾 對不對 你看那個字就很特別 後來的手舉了三個人 對不對 好 那不管 這個字本來的意思是有夾 那所以呢 還是看我們人的一個型態 人常夾人 對不對 或者古代 到現在也有啊 摔角啦 國籍啦 那種運動的時候呢 人都要擠著人嘛 好 好 所有的假都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是立 就是腳 就是腳 簡單不簡單 這麼簡單 什麼字 身 身 身是什麼意思啊 身體的身啊 很好 它為什麼是方方的呢 哪一個人身體長得像一個box一樣呢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是方形的咧 對不對 你從這裡看得出來的身體嗎 對啊 從小我們寫這個字 有沒有發現 蛤 這身體為什麼長這樣 中國為什麼長這樣子咧 好 謝謝 那些人 還是要得到 來 什麼 我 沒有 是 我 感谢观看